封關終極操作策略 報股名單開圈表股碰落都有 歡迎回到星座佳谷 我是千涵 我是森森老師 千涵 聽說今天有大禮物要送給大家 沒錯 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你的新年願望 就有機會抽速還真定一票喔 別忘了還要填表單喔 除了素還真之外呢 今天的節目還要告訴大家 過年封關到底要不要報股 還是你要標股呢 節目看下去你就知道了 先來帶大家關心工作方面的星座運勢 我們要做的工作上可以拉幫結派一下 找人合作協商 尤其是跟律師一起會比較有保障 那處女座再往目標前進了 雖然還不夠完美 但是把握住機會很重要 拼命座你的方向是正確的 接下來就是多努力就好囉 這些座可能要挺看聽一下 適時做一些調整 免得有些事可能讓你白忙一場 老師怎麼看呢 今天我帶來兩張股票呢 一個叫做國製 一個叫做原泰 這兩張股票呢它的區別是 國製的部分呢 它是屬於工業電腦 那麼現在因為工業電腦這方面 開始發達的時候 PCB很重要 那麼PCB很重要呢 它訂單接到滿載 而且法人在這邊看到籌碼很輕的 一路的霸佔 隨時的創高創高再創高 那至於原泰呢 講到這檔呢 這有意思了 過去各位都知道呢 它本來是做那個電子紙的 那麼做電子紙之後 有一段很落幕啊 但是現在有一個 比電子紙還要強的東西喔 它那個是概念呢 是電子紙呢 它放在車車上面 可以讓車子呢 動一下 一下變藍色一下變綠色 一下變金色 一下變彩色的 都可以了 所以這個是未來的一個商機 所以呢 大家可以多多留意這兩大的一個族群 謝謝 接下來關心桃花育方面 金牛座在感情上的不順利 反而會讓你吸引一些有母愛啊 想要幫助你的人 那雙子座 如果你是比較花心的人 那你可能就要注意囉 有可能會別人看出來 那射手座的朋友 你不經意的玩笑啊 或是說話犀利到位的樣子 滿吸引人的 所以不要裝傻喔 要表現出聰明的一面 那摩羯座最近在感情上 是有機會翻盤的 比如說處理爭執啊 救愛問題等等 要好好把握住 老師怎麼看呢 好 所以呢 兩張股票非常適合 在這邊好好的讓你們呢 反敗衛生 一個就是尾創 一個就是遜舟 尾創的部分呢 它在伺服器上面呢 它跟那個通信啊 通聯都有關係的 那麼呢 在這個星座上面呢 在這邊你們要多多去聯絡喔 那至於那個遜舟啊 它是本來是屬於就是 像那無限的無限網路 還有智慧網路 所以無限網路跟智慧網路呢 讓你們好好聯繫啊 在這邊多一些智慧 把不好的呢 也講開 把好的也講開 然後呢 你們就不會桃花亂亂躲躲開 謝謝 接下來關於財運方面 巨蟹座最近有很多賺錢的正財運喔 工作越多 你的錢也就越多啊 雙魚座最近因為你的專業度 而有身價調賞的機會 另外如果有朋友找你投資 要趕快接受 因為這是一個財運大開的機會喔 老師怎麼看 好 財運大開啊 那油門加速採到底 把電力給它灌到滿為止啊 這時候呢 兩張股票很符合未來的潮流 在一個車車當中電動車啊 它最重要的是心臟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電磁 那今天帶來美其馬跟康普 他們兩個呢 其實做的有部分的一樣 他們都是屬於化學體材 但是化學裡面呢 它還有呢 就是屬於電磁裡面的正極材料 那麼呢 現在5G當中呢 也需要用到這一方面呢 尤其電動車也是 那麼這個東西用下去之後 以後續航力都非常好了 所以呢 這兩個新作的投資朋友 非常適合這樣的股票 可以留意了 最後關於健康方面 我跟老師都中獎了 試做如果要改變健康 就要從改變習慣開始 大概要給自己半年的時間 那水瓶座則是要注意心血管方面啊 還有最近天氣多變也要注意保暖哦 老師怎麼看呢 那我們就把自己呢 包得好好的啦 我們那個情人還是搞得好啦 找兩隻大的回來 一個是聯電 一個是聯發科 聯發科在IC設計當然呢 就是全球的數一數二 在台灣也是榮頭嘛 那麼聯發科設計的晶片 受到很多國家的一個認同 再一個你要比較安定的 那我們就選聯電 因為聯電屬於那個成熟製程 它跟台積電不太一樣 但是聯電啦 以它目前的接單滿載 跟它成熟製程來看呢 有很多國家還是要繞到聯電界這個晶片 所以呢 這些金座的投資朋友 包括我跟千涵 我留意了 謝謝老師的分析 接下來進入下一個環節 下週星星HAPPO 到底是誰 就請小小老師來揭秘吧 馬上來揭曉 下週星星第四名是 台表科 台表科 迷你LED 現在法人霸戰 現行好看 未來將來也好 先把霸戰吧 第三名是 台聖科 台聖科 又是聖又是科 真的啦 我跟嘎 他是那個台塑集團的 細晶圓 太陽能 你就霸戰這一檔 你就沒錯了 再來揭曉 第二名是 富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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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又多采多姿 現在法人也知道多采多姿 他們就霸戰這一檔 背光模組 現在籌碼好 現行好 未來好 那你要不要好 要好一起霸戰 再來揭曉萬眾矚目的第一名是 智圓 智圓 股性活潑三高 他什麼高咧 月營收高 年營收高 高高 全部都高 而且他設計的晶片現在呢 是大放益彩 法人霸戰 籌碼 你一定要跟著霸戰 升上股票後面還有爆發段 請注意了 這兩次精彩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采定的最新消息 也要持續鎖定新作詹果 我們下次見 掰掰